看完海军大将们评价香克斯的实力 还会有大将和四皇拥有相同战力的说法 当年香克斯去马林泛多救路飞 使用瞬间一动挡住赤犬的岩浆群 不把白胡子当回事的赤犬 也被吓得脸颊刘海 站在原地不敢动 看着香克斯将路飞救走 也只是嘴上嘟囔几句 却不敢出手战斗 后来香克斯要带走白胡子和艾斯的遗体 赤犬也是待在原地默不作声 不得不说赤犬很懂面子果实的威力 也是自认战斗力抵不过红发 元帅战国和赤犬一样给面子 宣布停止战争 也同意香克斯的要求 战国也很清楚红发海贼团的实力 一旦动手海军会在马林泛多惨败 清智第一次见到香克斯就没给面子 朝着逃走的路飞使用冰河时代 之后清智的遭遇也非常惨 与赤犬争夺元帅失败 被打断一条腿 也丢掉了海军大将的铁放弯 到黑胡子身边当卧底 性命随时会丢掉 黄元坚持摩棱两可的阵斗 对待香克斯的态度也让人捉摸不透 见到红发海贼团抵达马林泛多 狠给面子举起双手停止攻击路飞 不过在看到清智将海面冰封后 立马使用八尺穷勾玉击碎所有变化 黄元的这波操作也很耐人寻味 到底是在攻击潜水艇还是在救路飞呢 在剧场版红发哥击中 黄元显然没搞清香克斯的实力 主动攻击乌塔 八尺穷勾玉被香克斯轻松挡下后 脖子还被格里芬死死地顶住 黄元也只能乖乖举起双手 害怕香克斯会随时取下自己的脑袋 腾虎对香克斯的态度着实有点 居然想要拔刀逮捕红发海贼团全员 香克斯彻底愤怒释放霸王色霸气 很多海军中将没能抵挡住昏运过去 腾虎健壮也只好放弃攻击撤退 显然是被香克斯强大的霸王色打损了 绿牛去和之国处理战败的百兽海贼团 居然想着取下陆飞的脑袋妖宫 被香克斯释放超远距离的霸王色麻痹身体 吓得不敢停留仓皇而逃 看完海军大将们面对香克斯的表现 你还会认为大将和四皇同一级别吗